填寫一些调查表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第一个先做按钮 做按钮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做他的姓名跟email 比如说取得姓名跟email的话 这边特别注意就是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姓 然后中间比如说有三个空白 然后姓名 然后中间 然后再来他的Input Type为什么 Test 就是TestBox 就是他的文字方块就是Test 那Name的话 你这边一定要取一个名称给他 那个Name的部分就关系到将来 你要丢给某一个 比如JHP的程式 接收到的时候 它是看你这个Name 去取得里面的值 所以你这里面没有 如果没有取Name的名字的话 那就会接收不到 那size的话就是他的宽度 我设为40 那email信箱的话呢 顶多这个Name的部分 也前面跟这个姓名一样 那差别是在Name的部分呢 给他use a mail 那size也是40 那value的话 这个预设值 这个预设值就是说呢 当使用者还没输入的时候呢 会预先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user at mail server 等等的 这个预设值 所以在使用者还没输入的时候 这里面已经有东西了 那底下一样 再来要加什么呢 加上这个年龄 比如说让他挑选 他是未满20岁呢 还是20到29等等呢 50岁以上 OK那这里的话呢 就加上一个所谓的年龄 有没有 那里面的input type为什么呢 叫radio 所以选项按钮的话叫radio 那radio部分的话呢 后面也是特别注意 Name的部分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都一样 一定要都一样 如果你不一样的话 变成多选题了 因为是一个group 所以它的name一定要都取一样 取一样之后 它点的时候 才会点单选 变成一个单选 因为它们name都一样 那只是value不同 所以将来传到 那个server端的话呢 到时候 由这个value去判断 它选哪一个 OK 那所以底下的话 再加一个radio OK 那再来的话 还没结束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在底下 再加什么 checkbox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在input这个type的地方 刚刚是radio 在底下如果说呢 您使用过哪些厂牌手机 打勾 这个叫多选题的 如果你要多选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多加一个checkbox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name的部分呢 我们也取一样的 取一样 同一个群组里面的多选题 然后只是value部分不同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htc已经怎么样 预设值是check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value后面 我要增加一个 叫check的 check的就是怎么样呢 已经预先是怎么了 打勾的 如果这地方呢 都没有打勾的话 那这个check的 可以把它拿掉 OK 所以再加上一个 所谓的那个 叫input type 就一个checkbox 所以已经有1 总共有几个 1、2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3、第4 再来的话第5 还没有结束 那如果说呢 你有比较多的问题 怎么样呢 你就要变成多行文字 那多行文字的话呢 在这里叫什么 testary 有没有 就是它的一个范围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指定多 第一个是什么 colons colons就是它的宽度 宽度 然后呢 rose就是几列 几列也就是说 你可以填几 应该算横向的 横向的几列的文字 横向文字 然后呢 里面也可以给它default值 如果这个default值没填的话 里面就空的 如果有一个default值的话 那它就会预设 比如说预设就连线 输入不够快 等等的这个 这个相关讯息 所以第5个部分 增加一个多行文字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全部都已经 几乎都使用了 再来的话 基本上 还有差一个 下拉选单 那下拉选单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地方 可复选 那所谓可复选 就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multi multi 这个地方如果少一个multi 就可以单选 有没有下拉选单 你下拉选单之后 按ctrl键 就可以多选 这个地方 跟应该是一个list的清单 这本身就是打 那你可以按ctrl键 去做多选 那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注意 slide name 这边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size的部分的话 给它4 里面可以放4个选项 那slide后面的话 要option value 比如说 有4个厂商 中华电信 台湾大塞等等 远传 微宝 那最后的话 就结束slide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把它 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 透过 slide name 因为现在还没有要传到server端 所以我讲这个地方 你们先把表单部分先做出来 到时候呢 如果要传到server端的话 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 比如说 刚刚 这个地方 可以透过像slide name slide name里面的话 它这里面 我们后面 需要再加一个名称给它 选到哪一个 不过将来 我们会从value这边 可以做判断 slide过来的话 这边有个value 我们可以取得value值 然后预设值的话 这边有个slide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最后练习一下 类似像这样一个表单 然后把它做出来的话 类似像 对 类似像这样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然后最后当然你可以把它执行起来 不过呢 你最后按下提交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动作 因为我们没有传送到任何的 这个 这个互动是网页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总共会需要有 大概六个需要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